相信对于大部分的玩家而言 RTX 3090的性能就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游戏需求了 但这对那些面向专业领域的工作人员来说 其他24GB的显存肯定是不够看的 当然老黄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就推出了这款面向工作站和服务器 拥有32GB显存 且更加专业的RTX A5000显卡 至于这张显卡到底有多强呢 下面就关上超级个 来看看吧 其实在去年9月 NVIDIA所发布的RTX 30显卡 就已经实现了能让游戏在8K分辨率下流畅运行的地步 而这样的性能表现 也让不少2K 4K的玩家纷纷折服 但由于24GB的显存规格 在计算和图形等专业领域中的表现不尽人意 为此老黄也不得不推出 显存容量更大 性能更强的RTX A系列专业显卡 而作为其中的新成员 RTX A5000可谓是干净的 感情十足 具体来看 这张显卡仍然隶属于安排架构 同样会由三星的8nm工艺打造 核心架构则会采用和RTX 3070一样的G104核心 但这次会是高频满血版 除此之外 它将拥有48组SM单元 6144个扩大核心 并会搭载32GB未宽为250bit的GDR6显存 同时也可以通过NVLink技术 最高扩展至72GB 另外为了提高其在专业领域的需求 RTX A5000将会拥有第二代RT核心 第三代涨料核心 支持并行光线追踪 着色显示 以及全新的TF-32和BF-16数据格式 与此同时 RTX A5000已将配备四楼DP1.4接口 以及针对图形工作 高端设计和AR计算等高负载任务 而专门优化的虚拟化技术 以此提供了5倍以上一代的FP32蹬土量 和10倍的加速性能 当然为了保证与游戏显卡的差异化 RTX A5000将会启用全新的EPS12V8P电源接口 并采用单颗主动式涡轮散热器的双槽设计 但值得注意的是 RTX A5000其实并不是目前NVIDIA最强的专业显卡 其头上的大哥RTX A6000才是 这期RTX A6000是基于和RTX 3090同样的GA102核心打造 拥有多达10752个CUDA核心 并配备了48GB未换为384bit的GDDR6显存 可拓展至96GB 同时还具备ECC纠错功能和支持Resisible BAR技术 至于其他方面则与RTX A5000一样 但其高达43999元的售价是玩家们望而却步的 就目前来看 无论是RTX A5000还是RTX A6000 显然都不是为了游戏领域而准备的 其实朝前的规格和独特的外观设计 除了专业以外就是更专业 至于你还是想用它来玩游戏的话 那你肯定是X 所以普通玩家就不用凑热闹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着亮机卡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影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